我在这家酒店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我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还原一下 这个是我刚开的酒店 然后这是酒店厕所的环境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在网上买的信号探测仪 然后用来检测看酒店有没有摄像头啊什么的 因为我经常出差嘛 就是我都是常备的 然后我今天就用它把就是酒店全部都检查了一遍 你看这些包括垃圾桶啊 这些细节的地方我全部都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的异常 也没有发出警报声 然后但是当我靠近这个马桶的时候 它竟然开始一直滴滴滴的响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听到了吗 然后我就用手在这旁边 就是先摸了一下 看了一下 就是看有没有问题嘛 结果都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打开这个探测仪的红外模式 给你们看一下 一找就被我找到了 看到了吗 我给它拆下来了 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科技时代 你们住酒店还敢不检查吗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亲身经历啊 这是我刚开酒店 然后我拿这个信号探测仪把酒店检查了一下 这是我随机找了一个酒店 用信号探测仪去探测 要给你们看一下 看看概率有多高 我拿这个信号探测仪把所有的 就是网上传的那些什么电视机下面啊 什么插座什么都检查过了 事实证明啊 现在那些会偷拍的那些犯罪分子 基本上都不会再把摄像头装在插座里面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次我在哪里发现的 有没有看到 我一靠近这里 立马信号满格 看到没 现在探测仪直接发出报警 有没有听到 就证明现在藏在这边了 我把它关机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手给它找给你们看一下 就藏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 它露出一个个小角落 正对着床上那个位置 这个地方正常是没人会过来发现这个上面的 因为这个地方很高 我是站在沙发上去找的 给你们看一下 不用我多讲吧 就是很离谱啊 里面有手机卡 然后有芯片 看到没 抖音